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九十二集 贡品 敏托罗一坐下就有婢女来给他倒酒 喝了两口 敏托罗开始环视四周 展昭见此人目露凶光似乎心术不正 有些好奇他的来意 果然 敏托罗三杯酒下肚就将酒杯一放 来啊 将我的礼物带上来 呈给大宋皇帝 他声如红中 冷不丁来一句 好些文臣都被他吓了一哆嗦 西夏使臣早已呈上供品 怎么还有 那些是他们送的 我这份礼物是我自己送的 怎么能一样啊 敏托罗哈哈大笑 又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姚素素皱了皱眉 男人吃饭谈国事的地方 怎么还有女人 远处的木照堂看了他一眼 没搭理他 似乎有什么心事 而姚素素可不是省油的灯 笑了笑立刻反击 我还当是谁那么大气派 原来是过气大将军 九王爷手下败将 曾经的护国公 敏将军啊 敏托罗那一脸的横肉瞬间有些僵硬 姚素素真是句句戳心窝 明着按着说他老 说他比不过赵普 他最近的确是失事了 但是他会讨回了 由于敏托罗的礼物是最后到的 所以欧阳 邵征和邹梁都没有检查到 于是两人望向赵普 赵普摇摇头 事意没所谓 陈公公就命人将敏将军的礼物送上来 礼物到了院子当中 是一个黑布封套套处的方形大箱子 有些诡异 赵真看了看箱子 有些不解 敏将军 这是什么礼物 此乃祥瑞之少 可遇不可求啊 小四子坐在公孙腿上 对那个黑箱子没什么兴趣 但是拉着黑箱子进来的那只动物 他从来没见过 有些像是羊 但是脖子好长 乳白色毛茸茸的挺可爱是 小四子睁大了眼睛 拽拽公孙的衣袖 爹爹 那个是什么 应该是羊驼吧 是羊和骆驼的串吗 一旁赵普听到后乐了 不少大臣也跟着笑 就叫羊驼 你喜欢吗 这东西吃草的挺可爱 可以用来驼东西 我军营里就有 你要不要呀 给你弄一只小的过来 好啊 一旁展昭突然伸出两根手指 表示要两只 白玉堂看着展昭迟疑了一下 你要弄来吃 在你眼里 我弄什么都是回来吃的 不吃你弄只羊驼回来干嘛 过几天 我外公要生辰了 送他玩 白玉堂嘴角轻轻抽了抽 两久憋出一句话 如果我是你外公 看到这寿李肯定抽你 他就是喜欢怪礼物 展昭跟白玉堂交流完了 回头就看到对面的姚素素正盯着自己看 那眼神 该怎么形容呢 展昭端着酒杯 刚才外公过几日生辰这句话 姚素素可能听到了 于是这种表情 说明了什么 神兽 莫不是活物 不会送了什么狮子老虎过来吧 扬起来还麻烦 并非活物 明拓罗说着 掀开了黑色的幕布 打开了里边的箱子 箱子的四面板被打开 众人定睛一看 就见是一匹红色的玉马 赵真微微皱眉 这匹玉马手工精细 而且马飙肥体壮 看着像是唐风骨 红色的玉石似乎是上等血玉 应该价值不菲 喂 有钱人 看得出是真是假吗 白玉堂拖着下巴 端详那匹跟针马几乎等比大小的玉马 点头 好东西啊 看着很贵的样子呀 应该有钱都买不到 是古物 估计是哪座古墨里弄出来的 照身看了看赵普 赵普也挺纳闷的 这敏托罗怎么了 竟然送了这么贵一尊玉马 莫不是有毒的 皇上 这尊玉马乃是我西征的时候 在一座西人古堡之中发现 价值连城 且绝无仅要 说完 敏托罗就不说了 举杯接着喝酒 挺客气的嘛 不寻常啊 这时就见敏托罗突然一捂肚子 赵普望天 公孙瞧了瞧他 你给人下了解药不成 赵普继续望天 敏托罗蹦起来 要找茅房 赵真吩咐人带他去 众人面面相去 玉马继续入库 赵昭盯着那匹玉马看 摸着下巴发呆 直到那匹玉马被推出了院子 呃 怎么了 嗯 我好像在哪见过这匹马 和你那匹多多是有些像啊 白玉堂失笑 赵昭那匹火麒麟早多多 是宝马良居 不过赵昭为他喂得太狠了 所以那马稍微有点胖 看起来精神抖擞 红毛油亮油亮的 性子和展昭也挺像的 比展昭还皮 成天活蹦乱跳的 展昭皱眉 总觉得有什么问题 嗯 想不起来 赵真对赵普使了个眼色 那意思是算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 计划暂时改变 看看之后情况再说 于是赵普对已经准备好的欧阳 邵征和邹良摆了摆手 敏托罗被吓得泄药量不少 赵普也没解药 本来想公孙给他看看 但是公孙表示 不管怎么样 他都杀过不少宋人 拉死了 活该 这书呆果然对我一口 赵真看众人也吃得差不多了 就下令散席 各自回府 早早休息 众人起身 白玉堂看着展昭 我 你是不是想跟踪墓赵堂他们 嗯 你路不熟 我跟你去 两人随着包拯出了皇宫之后 一闪就没了踪影 另一边 众人回开封府 天太晚了 小四子很困很困 于是就趴在赵普肩头睡着了 公孙提着大包小包 都是皇妃特地叫人送给他 带回去给小四子吃的点心 皇妃那么和气的吗 那可不 赵真每天这么忙 要是后宫再吵来吵去 可真要救命了 赵普话说完 就见小四子突然抬起头来 双眼搭拉着眨啊眨 小四子 干嘛呢 啊 刚才那个杏儿姐姐 好像说了句话啊 没声音 她说什么了 这小呆子们这话都想起来 像是说 救命 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 两人正疑惑 就见人影一闪 折影和紫影一闪 伸到赵普跟前 赵普轻轻一摆手 姚帮主 有何贵感 果然 一个黑衣女子走了出来 正是姚素素 公孙纳闷 姚素素怎么会跑来拦路 姚素素看了看赵普他们一行人 低声问了一句 展大人在吗 你找展昭 既然他不在 那我明日登门造访 说完 姚素素转身走了 但走了两步突然停住了 回头看赵普 九王爷不留守皇宫吗 什么意思 哼 我是赴道人家没什么见识 但是闽托罗和穆兆堂都不还好意 这点倒是能看出来 说完 姚素素也不多说 转身走了 赵普想了想 伸手将小四子递给了公孙 公孙点点头 赵普就带着欧阳 邵征和邹梁返回皇宫了 穆兆堂和敏托罗 一个送了一盆醉心花 一个送了一匹血玉马 莫非里头有什么玄机 展昭和白玉堂暗中跟踪穆兆堂他们 穿过开封府的大街 一直往郊外走 这穆兆堂不回金庭管义 上郊区干嘛 白玉堂轻轻一抬下巴 示意展昭朝前看 展昭抬头望过去 就见前边是东郊的果园 两人对视了一眼 桃花林 制作